我给UBS要的不是仅仅是钱 也不是五亿美元 我一定要闹清楚是谁在背后设计了我们 那个股票怎么在20秒找到别人 这个股票去了哪 海通证券是十万亿人民币的资产 我们是第二大股东法律上 加上我的合作伙伴 我就是第一大股东 现在谁控制 海通第一大股东控制权支多少钱 到今天全世界经济都崩塌了 海通股票还十二块钱十三块钱 方正证券我买出三块多 到今天是全中国唯一个七块多还涨两倍的 我们国家还有我的合作基金是他最大的股东 你知道值多少钱吗 我到今天把这个股票卖出去都是六十美金一股 所以这个事情 它可以引出朝折地和共产党 以及世界上法律系统黑暗的所有的历史 第二个 只要它上庭 这件事情就会有黑暗 有过程 会一直缠斗下去 最终UBS一定在过程当中 犹豫他的傲慢 就像PAG 善伟健这个孙子一样 他会想你一切非法 安迪茂斯这个律师 严重违背职业道德 那是犯罪 你等着 他一定告他 一定把安迪茂斯这个法律牌照拿掉 一定给他没完 美国司法部 我相信你进入调查 PAG 善伟健他儿子那几千万美元的房子 和善伟健PAG偷盗到美国这个养老基金 这些事情都会把UBS向善伟健 他腐败西方 蓝金黄西方 对西方的所有的个人利益和养老基金的和金融的最大的金融威胁 金融核弹给他拔除了 拔除以后 最重要的中国人这一百多万亿 他必须还回去 你们没有想过是怎么让他还吧 我今天告诉大家 让UBS能吐出钱 唯一的办法 就是知道他更多的秘密 而且这秘密不能是偷来的 他必须是合法的来源 证据才有效 我们就是通过法庭 通过所有的deposition 让他露出来 然后我可以告诉大家 你会突然发现 日本的金融跟UBS关系很深 日本的腐败资金黑金也跟UBS连在一起 像新加坡 世界上最厉害的现在就是瑞士 卢森堡新加坡是光脑藏钱最多的 我们一定要给他彻彻底底这个消灭掉 还给中国的一百多万亿 把中国人真正的所有的欠的信用卡 所有现在房地产钱 所有的老百姓们的养老保险 教育保险 教育钱永远 过于未来一百年都不用再重新了 我们就替你们操办了 我们下一次 boob